前文再續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馬太君聽說 傅賢贊回來了 歡喜得不得了 立刻出來迎接 一見面嚇了一跳 只見她丈夫衣服又爛 臉就五眼六色髒髒 連和吩咐家人服侍傅賢贊 洗身換衣服 然後夫妻在客廳坐落 馬太君說 好了好了 總算盼到你回來了 夫人啊 我回來探望你 我還要走 你還要去哪兒 回到哪兒關 老爺 為什麼你剛剛回來又要回去 哎 不要問了 快點準備點酒菜 我們兩夫妻 飲餐斷頭走 好啊 啊 你說什麼話 什麼斷頭走 正在這個時候 忽然聽見外面有個小孩叫 媽 是不是爹回來了 嘿嘿 嘿嘿 這把聲真的好聽 又嫩又脆 我又學不像了 嘿嘿 哦 白仔回來了 是啊 快點進來 哦 到門一開 有個小孩 趴趴趴趴趴 連走帶跳走進來 這個小孩 十二三歲 生得不是點高 白白正正 就不是老爸那麼黑了 肥肥得得 彎眉大眼 十分聰明 他一進來 啪聲就跪在 敷賢棧面前扣了頭 他說 爹 你好啊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從哪裡回來的 你 我常常這麼想你 這個小孩就是 敷賢棧的兒子 在馬太君山 叫做敷賢 敷賢棧見到兒子 忍不住眼淚混騎了 爹 是在前線回來 看看你 見了你 我就要走 怕我們兩兒子 啊 就是見了這一面了 馬氏夫人不喜歡聽了 哎呀老爺 你今天做什麼呀 只是說完這些 這麼不麗事的說話 哎 夫人 你不知道的了 於是 夫人但就將 奉紙下邊關 逐拿潘仁美的事 從頭到尾講出來 馬氏夫人聽完就說 哎呀老爺 你要下邊關 真是性命難保 那 哎呀 那如何是好呢 夫人披起雙眼珠仔 一瞪他說 爹 你老人家不用擔憂的 哎呀 等孩兒上金殿 請求皇上賜到聖子 讓我代替父親你下邊關 逐拿潘仁美的就行 呼言單長嘆聲說 哎 乖 乖 現在是什麼時候 你還跟爹 開玩笑 爹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哎呀 今天 我在天方府見到賢超六哥了 他說 潘仁美啊 還害死賢治七哥 真是生氣死我啊 這個仇非過不可的了 剛才又聽見你這樣說 你既然不去得了 那我去不就對了 乖 乖 我不准你亂說 啊 這麼小時候 你去哪關 你不是自己拿來死嗎 嘻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這樣才能捉到潘仁美 如果你去啊 還捉不到啊 馬氏夫人聽我兒子這樣說 也有點不高興了 弟弟別亂說話 你腦筍還沒生 說什麼說去哪關捉完稅啊 我會想辦法的嘛 想什麼辦法啊 不行不行 媽媽 你去就只要白白送死的 媽 那難道你忍心叫爹去送死了 我抓定主意的了 如果還說不讓我去 媽 我就 我就在你面前一頭撞死 哎呀 乖子 你千萬不要這樣搞啊 不行 我是要死 我是要死 是要死 披衍這個小孩 亂跳亂跳 嚇到馬氏夫人 人人驚起來 連呼嚴贊也有點怕了 乖子 你不要坐了 你說去就去便去 爹 你答應了嘛 對呀 答應了 我不去 你去 呼嚴贊這樣說 其實是先哄兒子 他心想,起程那天,我早點走人,不告訴兒子就搞定了。 馬氏夫人緊張,哎呀,王爺,為什麼你要說謊騙兒子? 我沒有騙他,他喜歡去,不就去。 哎呀,你真是懵懂了,你是奉子陰差,聖子上面寫著是你的名字,那你的兒子是怎麼去的呢? 披騙一想,媽媽說得對,聖子上面的名字寫明是爹的,我不去的。 而且我又沒有封過官,判人你見到我,一定當我不是傻子。 啊,爹是騙我的,我幾大都釘住他。 他說,爹,我不管那麼多,總之你答應了我。 是的,答應了,快去睡覺吧。 哦,不過爹,我今晚要和你睡。 答答答答。 現在講一下金頭馬士,他見丈夫又要去邊關, 思前想後就非常之感慨,他就對夫人讚話了。 哎,王爺啊,我們在河東來到京城, 全靠自己的本事,才做到這個王爺。 我們和南清宮的王爺不同的。 人家坐的是金打的王位,能夠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的。 我們的兒子就不行了,就不能夠承襲你的王位了。 哎,現在你又說要去邊關? 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你說我們怎麼好啊? 算了,不如我們收拾東西,不要做官了。 回鄉下守住那幾畝田更好過了。 夫人啊,我不是說坐著王位,不捨得離開。 今天,萬歲派我去逐判人尾,我不去不行的嘛。 如果我不去,不用說別的樣子, 首先就對不起楊繼葉大哥了。 為什麼? 為什麼呢? 這樣的,當初皇上叫我做監軍, 捧著上方寶劍看著潘家和楊家。 誰知我中了潘仁李老賊的奸計, 出去壓民糧草,離開了邊關。 楊家這樣就被老賊害了。 原來是這樣的,聽你這樣說,你去是應該去的。 就怕你不夠那個老賊降。 等我明天再去見皇上,跟他商量一下。 夫人啊,兩夫妻說這番話。 夫人聽得清清楚楚, 他心想,你看爹多為難。 就說為了這一點,我就應該去了。 好了,第二早一早,天到微光, 夫人站起來去早潮。 夫人一手就拿著他的衣服。 爹,你又起來幹什麼? 昨晚我整晚都不敢睡了。 為什麼?我怕你偷偷走了。 我不是走,我現在要去上朝。 那我也要去金殿見皇上。 你不能去的。 昨天你答應過我的。 我哄你而已。 我真的不肯,我騙人啊。 爹,如果你真的不讓我去, 我就去五門外面打鼓撞鐘。 兩兒子爺正在爭吵, 馬氏夫人來了。 她向著夫妍站走前一步, 夫妍站將耳朵紅過去。 夫妍小聲說, 你儘管帶她去吧。 去到金殿, 皇上一發火將她嚇回來, 不就行。 夫妍站還未出聲, 屁顯就說, 爹, 我是為你分憂解仇。 你帶我去見皇上, 就靠我這把嘴, 她擔保能夠講到她服。 如果我領到聖旨, 去邊關竹魯賊, 那我對爹你又盡了孝, 又對皇上盡了忠, 又和楊家報仇, 也算盡了義氣了。 那你說多麼好呢? 夫妍站被他前到實, 沒有法子了, 就唯有答應。 他說, 好,乖仔, 我帶你去見皇上了。 不過我講明在先, 皇上如果說不讓你去, 那你就不能去, 不准再囉嗦了, 聽到沒有? 那當然了, 爹, 於是夫妍站把我乖仔放在馬安前面, 兩兒子同期一匹馬去皇宮, 他不敢一下就把我兒子帶上金殿, 事不事? 祭弟他在朝房等著, 等到散了朝, 他靜靜對八炎王說想面見宋太宗, 八炎王知道他實在為了去邊關的事, 便品咒宋太宗, 太宗在延時角接見他, 走過來, 宋太宗扮起一塊面, 他說, 夫妍愛卿, 你什麼時候起程去邊關? 啟稟萬歲, 這次要逐立判人士, 事關重大, 如果搞得不好, 打草驚蛇, 那大宋的江山社職就極之危險了, 老臣實在是不清其職, 怎麼樣? 夫妍愛卿, 什麼你想打退堂鼓啊? 嗯, 夫妍戰爭就為難的時候, 只聽見外面有人大聲地叫, 啟稟萬歲, 我願意去邊關啊? 說話的聲音都還沒停, 就見到有個弟弟哄哄哄走進來, 見到宋太宗三季九寇走了大禮, 正正經經地稟咒說, 臣子敷然披遣, 參見皇上, 願皇上萬歲, 萬歲, 萬萬歲, 哎呀呀呀, 這個小孩, 生得樣子又可愛, 聲音又好聽, 宋太宗很驚奇, 為什麼忽然把小孩扔進來, 他就問, 你是什麼人啊? 萬歲, 我父親是夫妍站, 母親馬士, 我叫夫妍披遣呀, 你掌那個頭來, 神指不敢, 恕你無罪, 多謝萬歲, 夫妍披遣一掌那個頭, 宋太宗裂一下胡蘇定眼看一看, 啊, 這個小孩是俊男來的, 夫妍披遣, 你今年多大了? 十二歲, 有沒有讀書啊? 讀過, 老師是誰啊? 是老承襄黃賢嶺, 哦, 那有沒有學習武藝呢? 有, 誰教你啊? 楊彥超六哥教我的, 他教我學槍法? 哎呀, 哎呀, 想不到你還是文武相傳的, 不敢行, 不敢行, 八賢王聽一聽都笑了, 哈哈哈哈, 小老哥, 你跟我父親來這裡見皇上, 有什麼事啊? 神指有要事, 品咒皇上啊? 宋太宗就說了, 哦, 那你說吧, 萬歲, 聽說萬歲你落了聖旨, 命令我父親去邊關竹牙潘仁美, 千萬不要這樣做啊, 萬歲請你想下, 我父親在邊關的時候, 潘仁美對他早就恨之入骨的了, 這些乙就說要他去壓問糧草, 暗中就派潘超潘長在半老暗殺他, 幸好得狼千狼萬幫手, 我父親這樣才沒事啊, 現在如果又派他去邊關我, 豈不是飛鵝撲火, 所以希望萬歲賜一道聖旨給我, 我寧願替父親去邊關, 宋太宗聽很驚奇啊, 這番說話, 就算是背, 也要背半天才能背得出, 因為小孩說得頭頭是到, 真是好口才, 不過要小孩去逐潘仁美, 那就笑別人的嘴巴, 宋太宗對八賢王打個眼色, 意思就是說, 你說怎樣就怎樣, 如果我同意叫小孩過去, 你又好說我偏心爭著外父, 白賢王真是著緊啊, 他問, 小孩, 你究竟行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啊? 強中志有強中守, 能人背後有能人, 看他潘仁美那麼厲害啊, 我一點都不怕他, 唉, 知道你是小時候那頭呢, 小時候又怎樣啊? 有志不在年高啊, 金羅十二拜上, 周如十三大兵, 恐容四歲讓你, 我今年也十二歲了。 嘩, 宋太宗和八賢王, 不由自主都站起來, 哪裡像是十二歲的小孩啊? 啊, 啊, 認真聰明啊, 哈哈哈哈, 富賢贊這家又出了個好人才。 白賢王就問, 屁眼啊, 你知不知道潘仁美是個什麼人啊? 為什麼不知啊? 他是個當朝國長, 掌朝太師, 兵馬大元帥, 對啦, 沒錯啦, 你是個弟弟, 頭上是沒有功名, 烏沙武都沒有一頂啊, 你不怕潘仁美的兵拳啊? 我說, 雖然不是官姐, 只有萬歲的聖子啊, 萬歲不大過潘仁美啊? 哈哈, 那又是, 譬如我問你了, 那你去到哪關, 有什麼辦法能夠續得住潘仁美呢? 千歲啊, 我都未曾去到哪關, 怎麼知道用什麼辦法呢? 去到了, 我就會見機行事了嘛, 而且, 邊關還有這麼多將官幫手, 一定能夠生禽潘仁美的, 好, 好, 萬歲, 神願以寶舉敷然, 披遣去邊關, 宋太宗聽了心就想了, 好, 派個小孩去更好, 雖然他聰明伶俐, 知道他怎麼能夠個潘仁美的? 哈哈, 到其時, 王侄你就不怪得孤王了, 他說, 事關是你寶舉他去去的, 宋太宗抓定主意了, 他說, 好, 既然是這樣, 呼言愛卿, 你將聖旨交出來吧, 呼言讚聽見, 真是叫自己的兒子去邊關, 整個定了一陣, 然後才拿出聖旨情相給宋太宗, 太宗說, 呼言披遣, 難得你一片忠心, 姑王批准你去, 多謝皇上隆恩, 呼言披遣高興, 到底便自己爭到了這趟? 宋太宗, 我重新寫過一道聖旨交給夫妍披遣, 披遣打開來一看, 他便說, 萬歲, 你還要另外賜一道聖旨給我才行, 為什麼? 這一道聖旨, 上面寫著要派我去邊關捉拿潘仁美的, 潘仁美一看來捉他, 他只要捏死我都行, 哦, 那你想靈多一道怎樣的聖旨呢? 萬歲, 請你再寫一道聖旨, 等明天當著滿朝文武大臣賜給我, 說我是馮子欽差, 去邊關衛奴三軍將士, 我拿著這樣的聖旨去見潘仁美, 他便不會有疑心的了, 哈哈哈哈, 真是寧虎白蘇公, 莫虎鼻替蟲, 別看夫妍披遣, 人仔細細, 好會想事情的, 百言王說, 萬歲, 夫妍披遣言之有利, 請萬歲再下一道聖旨, 好, 宋太宗又寫多一道聖旨, 夫妍披遣又說, 請萬歲準備慰露三軍的禮品, 寫一張禮單, 皇帝想了, 哈哈, 換了個陰差, 我要送多不少東西, 各位, 夫妍披遣奴子去邊關, 那能否判判, 又如何判判呢? 獨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